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知道能不能拍清楚 从细红里看过去发动机曲轴往这个方向转动 挖后退档时变成了相仿的方向 挖空档时就不动了 评完第一本之后 就车长这样 接下来就是第二本说明书 �로ファスト Pois 너ptu 弟子多这种arina для新闻就在 BOB 欢迎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全球限量63秒太寒假了 就拿大牛来对比一下吧 这个同为6050V12的引擎 一起来看看乐高还原的如何 首先模型的引擎盖 居然无法如针车一般掀起来 只能整个拆下来 这个设计还是挺遗憾的 但是这个引擎盖做的相当顺势 以及非常有特色的14支架 也十分到位 V12的大牌子和南国经理的logo 也都很显眼 乐高对南国经理标志性的剪刀门 也做了很好的画面 座椅后面有个小开关 按下去就可以打开剪刀门了 前地箱的盖子也能打开 在副架上有一个小开关是控制尾翼 车子的悬挂系统也很好 颜色方面玩具主体是鲜亮的柠檬绿 还配金色轮骨 和官方的一辆车不太一样的是 色高的绿色更亮一点 不过蓝布基尼都可以定制颜色的 玩具有点接近这种吧 前面箱打开有一个小提包 每一辆玩具是还有一个独特的号码 在官网上输入可以看到专门的证书 壁纸和铃声 说明书也很值得说一下 上下两侧摆在一起就是完整的车 视频里拼装过程使用的标题 都来自说明书 但其实不是非常准确 比如拼剪刀门那一盒的时候 还有前备箱的部分 我自己拼的过程就有发现 说明书的两个小错误 一个是连上底盘的时候 一个是车灯 不过对实际拼装几乎没有影响 一般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如果不放心的话 可以去帮忙看电子的说明书 是更正了的 拼装时间大概10到20个小时吧 不过我不太建议拼太久 连续拼下来爽会疼的 这次拼装吸取了以前手重的教训 带上了指套 指套确实有一定保护作用 但也影响拼装 总共可能拼了快有20个小时 总结一下 这一款乐高玩具内构超棒 非常有趣 细节也很到位 引擎 剪刀门 尾翼 方向盘 这些可动的地方都很好玩 下面内构外观就稍微逊色一点 反而又没有车窗 前面又是一大块黑色的板子 给人一种未完成的感觉 部分绿色零件有一点色差 车的框架使用了不少软胶 车灯的感觉也有点敷衍 不过总体我还是非常喜欢 所以要不要玩回家毕业拼了呢 双手大法好 一个内构 一个外脑 要是缺了零件 还得有备份 这完价了 其实这只准备送给月秘的 我是月深 下回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